大学说 诗云邦积千里为民所指 诗云民蛮黄鸟止于秋鱼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诗经里讲 京都幅员广阔 方圆千里 很多百姓都愿意在那里居住 诗经里讲 黄鸟提叫着民蛮 栖息在那多数的秋钢 孔子读了这两句诗 感慨地说 哎 黄鸟起居时都知道 栖在它所应当栖息的地方 难道人反而不如鸟吗 诗经里讲 仪表堂堂端庄千功的周文王 他光明的美德 使人们无不崇敬 古往今来 那些受世人所崇敬的 都是有一定道德修养的人 无论是天子还是平民 也无论有没有什么光辉灿烂的分工伟绩 只要道德修养到位 那么就一定会受到他人的爱戴 甚至轻视流明 反过来讲 一个人如果只对自己好 自高自大 缺乏道德修养 那么他必将变得固步自封 最后必成孤家寡人 这样的人搞不好连在世上立足的资本都没有 侯颖是战国末期的著名隐士 他原是魏国都城大梁 一个毫不起眼的守门人 年已七十多岁了 整天沉默寡言的 别人都不怎么搭理他 魏公子姓宁君 却能察觉侯颖是一位极有见解和智谋的有识之士 就着意与之结交 有一天 信陵君亲自登门拜访侯颖 并向其馈赠重金作为见面礼 侯颖冷冷地推辞道 老夫一生倾勤自首 绝不接受别人的钱财 信陵君只好说 先生是国之大贤 我前来拜访乃是出于一片智诚 区区博礼只是了表敬意而已 绝非故意亵渎先生 既然先生不收 我也不敢勉强 不如另则良辰即日 我在家中宴请先生 恳请先生 务必大驾光临 侯颖推辞不掉 值得应允下来 到了约定的日子 信陵君在家中摆下丰盛的宴席 款待侯颖 大梁城中 有头有脸的名门显贵 都硬要作陪 待前来作陪的宾客都到期后 信陵君率领一队车马 空出车中左边最尊贵的座位 亲自去迎接正在守城门的侯颖 侯颖见到信陵君后 连让都没让一下 就毫不客气地坐到车里的尊位上 让信陵君拿着鞭子 坐在旁边给他赶车 并要马车特意绕行大梁 坐于繁华的街道 当马车经过一个市场时 侯颖突然说 老夫有个叫猪害的老友 在这市场里杀猪卖肉 我们已经多日未见了 现在正好路过 老夫想过去看望一下 麻烦公子等一等 说完 侯颖就下车扬长而去 信陵君赶紧随同前往 当侯颖在市场里找到猪害 两人相互寒暄时 信陵君就站在一旁默默等候 过了很长时间 信陵君脚都站麻了 侯颖却仍和猪害聊个没完 信陵君的随从实在忍不住了 纷纷小声抱怨侯颖老卖老 太不失抬举了 信陵君听到后 连忙历声欲以喝止 见当朝的贵公子信陵君 竟然不声不响地站在市场里 看热闹的人越急越多 待弄清情况后 都众口一词地指责侯颖 侯颖一边和猪害聊天 一边偷眼观察 发现信陵君等得越久 脸上的神情反而越加千功 他这才辞别诸害 上车跟信陵君前去赴宴 信陵君家里请来的陪客 早已等得不耐烦了 可谁也不敢离开 望着宴席上空着的首席 众人窃窃私欲 猜不透信陵君请的是何方贵客 难道是魏王要亲自加邻吗 大家心里忐忑不安地想着 当信陵君毕恭毕敬地陪着侯颖步入宴席时 侯颖毫不谦让地坐在首席上 心安理得地接过信陵君 珍满了酒一饮而尽 众人抬头一看 信陵君请的贵客 居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糟老头子 不觉大失所望 可爱于信陵君的面子 大家不好说什么 便都坐下来闷头喝酒 酒宴散后 侯颖这才悄悄地对信陵君说 老夫本是个看守城门的无名小族 城门公子错爱 亲自登门拜访 有设宴款待 不胜荣幸之至 老夫让公子在市场里等了那么久 围观的人都觉得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老夫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都是因为公子后代老夫 老夫无以报答 所以才用这种方式成全公子的名声啊 老夫让公子降尊于贵地站在市场里等着 那么多人骂老夫不失抬举 别人越骂老夫 越替公子抱不平 就越敬佩公子 礼贤下施的风范 老夫赋宴故意来晚 让公子邀来的达官贵人们等得心交 又毫不客气地做了首席 也是同一道理 在座的达官贵人们 哪一位不从心里钦佩公子的容人之量呢 公子天生睿智 路人皆知 如今 公子李贤下施的名声在传扬开去 必然天下贵心 公子的前程将不可限量啊 信宁君听了这番话 恍然大悟 从心里感激侯营 越发相信自己没有看错人 从此 侯营做了信宁君的贵宾 信宁君能够招揽到侯营 当然获益匪浅 首先 在大庭广众之下 信宁君亲自驾驶马车迎接侯营 并在闹市站了很久 让世人围观 实际上 成就了自己李贤下施的美名 其次 侯营后来还向信宁君举荐了朋友朱亥 并和朱亥一起帮助信宁君完成了击退秦军的壮举 成就了信宁君的事业和仪式的英明 人际交往中 一个人道德品质和修养的好坏 是决定其与他人相处的好与坏的重要因素 道德品质高尚 个人修养好 就容易赢得他人的信任与尊敬 如果不注重个人道德品质修养 就难以与他人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甚至连真心的朋友都交不到 我们身边就不乏这样的人 有的人看自己一枝花 看别人豆腐渣 自我感觉良好 盛其灵人 还有的人 仪式当前往往从一己私利出发 见到好处就争抢 遇到问题就推威 甚至给别人拆台 这些人生活中之所以难有朋友 归根到底 就是在自身道德品质和个人修养方面出了问题 也许有人觉得 有些人道德品质不好 个人修养难以恭维 身边不是照样有许多朋友吗 其实 这种所谓朋友 只不过是势力朋友罢了 谈不上真正的朋友 别人与他交往 不是冲着他的人品 人格去的 而可能是奔着他的权势去的 是为了相互利用 以达到个人目的 一旦他丧失的视力地位 没有了利用价值后 那些所谓的挚友就会离他而去 而真正的朋友 恰恰与之相反 不会锦上添花 只会雪中送炭 所以说 要想收获真正的友谊 拥有真正的朋友 最终要靠良好的个人思想道德修养 只有用高尚的道德修养 赢得的友谊和感情 才是真诚的 才会历久迷奸 天下最让人崇敬的人 就是友德之人 他们总是按照良心法则 去做人做事 从而能赢得人心 一个人能够赢得人心 就会有很多朋友 就会事有所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